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聚焦 亞洲市場透視全球動態 各位新年好 我是萬俊 歡迎收看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從今天開始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7點 鳳凰維視 中文台 我們邀請各位一同來關注 亞太區域內的各大財經熱點 也為您深度解析還有透視 新年於史區域的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正式生效了 這也意味著全球經濟體量 和發展潛力最大的自貿區 正式成立 那麼在全球經濟增長 有眾多不確定的背景之下 RCEP能否給全球帶來更多的期望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將會為您詳細的解讀 首先我們還是來看一看 在今天亞洲主要股市的收盤情況 各主要市場當中的上海 深圳 還有日本的東京股市 仍然是在假期的休息當中 而在今天恢復交易的香港股市 則是高開低走 中場收跌了0.53% 不過在今天的股市當中 股份當屬逆市的飆升 四成的商堂科技 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上市短短三天的時間 股價已經翻倍 那麼在台灣股市方面 新年的首個交易 可以說是開門紅 盤中的收盤 都創下了新高的記錄 那麼在市場之內的其他的一些 主要的股票市場 我們一塊來關注一下 新加坡的股市 中場是上升了0.34% 收報在3134點 那韓國股市呢 也終止了它的兩連跌 收高0.37% 帶大家簡單了解了 今天的股市動態之後 從本週開始 2022年也正式地開啟大幕了 回顧過去的一年當中 亞太區的各個經濟體的表現 可以說是不盡相同的 那作為澳門的經濟支柱產業 澳門的博彩業 在去年的全年收入是上升 超過了43% 澳門的博彩監察協調局 就公佈說 去年12月的博彩收入 是79.62億澳門元 按年上升達到了1.8% 這是好過了市場預期的 而按月更是上升 達到了18%左右 而累計2021年 博彩收入是868.63億澳門元 按年增長達到了43.7% 那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 就指出了 而第四季度的博彩收入當中 有90%都是來自於中廠業務 同樣我們再來說說 新加坡2021年的經濟復蘇 可以說速度也創出了近年的新高 根據數據顯示 去年第四季度的 國內生產總值GDP 按年增長達到了5.9% 按季度增長達到了2.6% 這都好過了市場的預期 累計全年來看 當地的經濟增長達到了7.2% 而增速也是2010年以來 近11年的最快速度 不過呢 星展一行的分析師就警告說 目前來看當地的經濟 是高度依賴於全球貿易的 而在奧米克隆變種病毒 快速傳播之下 還將會面臨一定的挑戰 那至於區域內的其他媒體 還在關注哪些財經熱點呢 我們一塊來了解一下 韓國放送公社KBS 聚焦3號起正式推行的 防疫新措施 設置有7線的防疫通行證機制 規定有效期為完成 全程疫苗接種後的 14天到180天內 臨近到期的人員 需要接種加強針 才能繼續使用防疫通行證 試用場所包括餐廳 電影院 體育館等等 面積超過3000平方米的 百貨電及大型超市 將從10號起 正式引入防疫通行證 有民眾擔心會造成不變 全球脫炭運動如火如荼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由於預期汽油需求將大幅下降 當地石油批發商 急於改變業務結構 石油巨頭Aneos 在東京都等地區 安裝了47個燃料電池汽車加侵站 並開始生產人造石油的合成燃料 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新產 則將加油站管理多元化 加入小型EV電動汽車共享等服務 還有企業將海上風力發電 作為新的業務支柱 泰國公共電視台PBS則關注 新年一史 登地豬肉價格就大漲250泰豬 玉米等飼料主要成分的價格 再創新高 食品價格總體上揚 養殖戶集體呼籲政府 上調出籃價格緩解成本壓力 儘管泰國商務部 之前啟動了平價豬肉計劃 但虧損經營模式不是長久之計 2022年 泰國人想要繼續吃到平價豬肉 恐怕會很困難 新年一史 全球最大的自貿區RCEP 是正式的生效 那麼這對於中國經濟來說 將會意味著什麼呢 在下一節 我們將會請到 中國商務部國際經貿關鍵司 副司長楊振偉 以及清華大學 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 李道輝教授 一塊兒和大家來詳細的解讀 稍後見 李道輝教授 李道輝教授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在2022年的1月1號 已經正式生效了 22億人口的經濟圈 啟航 文萊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 泰國 越南等六個東盟成員國 還有中國 日本 新西蘭 澳大利亞等四個非東盟成員國 已經正式開始實施歷史協定 中國商務部網站1號公佈公告 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1號起生效實施 標誌著全球人口最多 經貿規模最大 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 正式落地 商務部表示 中方將全面和充分履行 RCEP義務 高質量實施協定 擴大對外貿易和雙向投資 不斷穩固和強化產業鏈供應鏈 持續改善營商環境 中國還將與RCEP成員方一道 積極參與和支持RCEP機制建設 為RCEP經濟技術合作作出貢獻 將RCEP打造成為 東亞經貿合作主平台 RCEP共有15個成員國 在東盟六國籍中日新澳率先生效後 韓國也將於2月1日生效 而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和緬甸 也將在完成核准程序後生效 RCEP是當今全球最大的自貿區 區內22億人口佔全世界總人口的30% 成員國GDP總和 約佔全球GDP總量的30% 區內貿易額佔全球貿易的比重 也達到30% 此前 中國海關總署官方數據顯示 2021年前11個月 中國對RCEP其他14個成員國 進出口總值為10.96萬億元人民幣 佔中國外貿總值的31% 那麼在RCEP正式生效的當天 我們的記者尼曉雯也獨家專訪了 中國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 副司長楊正偉 對於RCEP正式生效 中方做出了哪些充分的準備 我們一塊來聽聽看 楊司長好 非常感謝接受我們的採訪 我們知道今天RCEP 是正式地開始生效實施了 能否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 實施首日的情況 我們在首日 首先是關稅全面可以實施了 在這方面我們特別關注的是 立即實施零關稅的產品 中國與東盟 澳大利亞 新西蘭之間 有65%以上的產品 立即實施零關稅 我們與韓國也分別有39% 和50%的產品是立即零關稅 日本是中國首次跟它實施 自忙安排 也分別有25%和57% 產品零關稅 這些立即零關稅產品 對貿易有立竿見影的 助盡作用 效果應該非常明顯的 另外呢 我們的一些貿易便利化措施 也應該全面落實協定的要求 來推進 同時在其他的規則領域 我們之前就已經完全做好了準備 701條 義務都能夠實施 所以應該說呢 這些義務要求在各個部門 各個地方也都是準備到位 完全可以實施的 也就是說目前 包括此前的中國的準備情況 已經是十分充分了的 是的 我們應該說在準備工作非常充分 因為今年從年初開始 核准以後 我們就全面在做這些工作 各部門都非常地認真負責 所以我們的實施工作是非常到位 是不折不扣地來履行協定的義務的 另外想請問 您認為在RCEP正式實施生效之後 會給國內的企業帶來哪些具體的機遇 對於企業來說呢 我們概括為三方面的好處 是擴市場 暢鏈條 想服務 擴市場方面呢 就是RCEP是一個很大的一體化市場 它的降稅和便利化到位之後 市場有體制 擴容這種功能 所以說新增市場機遇 對企業來說是很重要的 暢鏈條 我們可以看呢 原產地的累計規則 是促進在本地區使用 更多的零部件原材料的 同時呢 也促進投資 和服務貿易相關的一些合作 所以這些有利於加強本地區的 這種產業合作 相互之間的這種供應鏈合作 所以對於企業來說 可以使它的經營活動更加順暢 在想服務方面 協定要求很高的 一個營商環境的建設要求 便利化也在推進 所以企業能夠從協定中間 感受到能夠獲得更好的 來自各個部門 以及各個國家的這種服務和支持 是 我們也希望看到 RCEP生效會給國內帶來 更多的開放和更多的記憶 好 感謝楊司長 今天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那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還特別邀請到了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 與實踐研究院院長 李道奎教授 同時參與節目的 還有我們在本台 駐北京的記者 妮曉雯 歡迎二位 首先來請教一下 李道奎教授 李教授新年快樂 我們想要問問就是出口 是2021年中國疫後復蘇的 一個重要的推動力 不過現在來看這個高基數 還有2022年穩外貌 可以說難度是比較大的 正式生效的這個RCEP 對於新一年的中國經濟進一步復蘇 您覺得可以帶來哪些積極作用呢 今年的2022年的 確實經濟形勢不能太樂觀 但是RCEP的實施 對於今年的穩經濟意義非常重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現在我們中國經濟最大的 我們出口的市場是東南亞市場 如果加上韓國跟日本的話 遠遠超過美國跟歐洲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 這個疫情還沒有完全離我們遠去 相對而言 中國的生產能力恢復的是很好的 就生產側我們是基本上是完全恢復了 而東南亞國家卻沒有完全恢復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對他們很多產品實施零關稅 對中方短期內是非常好的 可以預計今年的2022年 今年的出口 還會在去年的基礎之上 還會上一個台階 因為東南亞國家 買我們產品的積極性更高了 這些國家目前他們的重大的問題 是生產能力沒有完全恢復 而且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 所以急需從中國進補更多的產品 這短期是重大利好 那麼長遠來看可能會有一個小問題 特別需要我們關注 就是RCEP實行以後 假如在過幾年疫情走了以後 那麼本來我們一些內地的 比如甘肅 比如說甚至於像西安 他們本來想承接我們沿海一帶的生產能力 這個可能就稍微難一點了 因為沿海一帶和東南亞國家 貿易距離更近 貿易距離更近 儘管海上的實際的距離更遠 所以對我們內地的 對我們中西部的承接轉移的 這些地區而言是有一定挑戰的 不過那是疫情之後的事情 還有時間進行調整 好 謝謝李道奎教授 我們再問問小文 小文其實在你之前 也進行了非常多大量的採訪 那麼就你的觀察來看 在RCEP生效的當天 第一天有什麼帶來新的變化呢 還有就是你的採訪來看 很多的嘉賓或者是專家 對於未來貿易如何發展 有什麼樣的觀察 好的 萬俊 在RCEP生效首日之後 除了大量的貨物 是實現了立即零關稅之外 協定中的原產地規則 也是正式實施了 那這個規則指的就是說 成員國企業 如果它使用的是 其他成員國的原產材料 都可以按照本國的來計算 也就是說可以累計計算 原產價值的比例 讓這些出口的產品 更容易享受到關稅的優惠 那舉個例子 在1月1號當天 青島海關就為一家公司 出口到日本的 有一批2800多噸的綠花蓋 簽發了首份原產地證書 那憑藉這份證書 這批貨物抵達日本之後 它繳納的關稅稅率 就可以有3.3%降到3% 稅款的這個減免 接近1萬元人民幣 那在1月1號當天 中國貿作會和地方機構 一共是為69家企業 簽發了158份 RCEP的原產地證書 涉及出口金額達到1200萬美元 預計可以為企業 減免關稅18萬美元 所以可以說 原產地規則 短期內將給企業 帶來直接的優惠 那從長遠來看 也將鼓勵生產商 它更多地去使用 區域內的這些原產材料 來形成更加緊密的 區域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那麼對於中國來說 也可以預料中間平的生產和貿易 首先將從中獲益 那另外紡織原材料 汽車零部件 電子元器件等等 這些產品的出口 也將會進一步增長 那麼綜合關稅減讓 原產地規則等等這些措施 RCEP對進出口的促進作用 也是十分明顯的 那之前我也看到 商務部研究院發布了一份報告 就預計到2035年 RCEP將會使中國出口和進口量 分別較基準情形 累計增長7.6%和10.6% 而在RCEP的基礎上 中國目前也已經正式提出 要申請加入CPTPP 那未來還有可能形成亞太自貿區 對於促進區域自由貿易 提升相互之間的開放水平 那毫無疑問都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萬聚 好 謝謝小文 那我們再來請教李道奎教授 李教授 其實剛剛我們的這個記者 小文也特別提到了 除了已經生效的RCEP 中方在2021年的9月 也要正式提出 申請加入這個全面 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也就是CPTPP 那中國在這期中 會扮演一個什麼樣不同的角色呢 還有就是未來這種多個的 多邊貿易協定並存的這種情況 會給世界的格局 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 先回答您第二個問題 就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的全球化 可能進入到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就是你指望WTO 在全面的全球範圍內 我們進一步推動自由化的話 是很難的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可能更多的是各個區域 各個區域內部進行自由化 比如說北美的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RCEP等等 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這是未來全球化的一個新趨勢 那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就這個CPTPP 它的性質跟RCEP完全不一樣 最大的不同在於什麼呢 就是這個CPTPP 是中美之間的一個博弈的 重要的一步 一個棋 一步棋 是中方在2020年9月 給美國將的一個軍 因為那個說特朗普還在台上 特朗普是不願意加入 這種自由貿易協定的 中方說我願意加入 就是將了美國一軍 但是坦率地講 沒有美方的同意 以日本主導的這個 日本主導的這個CPTPP 是很難接受中國的 所以我倒願意這麼理解 就是這個中方表態 願意加入CPTPP 是表了是一個姿態 是願意說我拿這個事情 跟你美國人 跟你日本人 跟你們談判 我跟你協商 是我們願意開放的一種姿態 尤其是關乎到國有企業 最難的這個CPTPP 就是關於國有企業 因為按照目前的這個規定 我們的國有企業的 很多的這些具體的實踐 具體做法 可能不符合它的目前的要求 所以要不然我們改 要不然它要部分地改它的規則 所以CPTPP是一個國際關係 國際戰略的一盤大旗 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不僅僅是一個 簡單的貿易協定了 好 特別感謝李道貴教授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也特別感謝小文 參與到我們節目的討論當中 再次感謝二位 RCEP的正式生效 為中國的經濟後疫情復蘇時代 是增加了一個新的動力 那對於新一年 中國經濟的發展 我們又該如何觀察 還有哪些方面 將會成為新的增長點呢 我們也特別請到了 《中英香港特別嘉賓》 和我們一塊來探討 稍後見 歡迎回來在這節目當中呢 我們特別請到了 中英香港的經濟研究員 丁孟先生和我們一塊來關注 歡迎丁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們首先一塊來關注啊 從本週開始呢 我們已經正式地步入到了 2022年的進程當中 回顧過去的一年 中國經濟的走勢 可以說是持續在復蘇當中的 那麼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2021年第三季度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 增長達到了4.9% 那前三季度的增幅呢 則是達到了9.8% 仍然是在一個穩步向好之中的 在剛剛過去的12月份 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 就特別提出 2022年 中國經濟工作 要穩自當頭 穩中求盡 那各地區 各部門呢 是要負擔起穩定 宏觀經濟的責任 各方面要積極地推出 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 政策發力要適當靠前 那麼此外呢 中國經濟工作會議 還特別指出 中國經濟的發展 面臨需求 供給 以及預期轉弱三重的壓力 那麼中央同時也提出了 擴需求 提供給 還有穩預期的三重應對措施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和丁先生 一塊來聊一聊 202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 將會如何 丁先生您看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 我們看到了幾個說法 首先第一個就是 要謹慎地出台一些收縮性的政策 第二 要對資本設立紅綠燈 調整 防止資本 有一個野蠻式的生長 那其實這些論述 都給2022年的經濟發展定了一個調 那就是要穩 那就您的觀察來看 在接下來的大環境當中 中國的經濟走勢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還有哪些點是值得 我們關注的一些發展的潛力呢 好 那我想呢 2022年中國經濟呢 會從一個以往的高速增長 轉向一個高質量的增長的這麼一個階段 那麼在這個高質量的增長的階段呢 那麼可能對於絕對的經濟增速的追求 就沒有那麼的高 那目前來講呢 那麼市場上的估計認為呢 那麼可能經濟增速會降到6%以下 那麼就這個經濟的增長量點來說呢 那麼儘管我們說經濟增速略有回落 但在這種高質量增長的環境之下呢 那麼像這個高新技術行業 像這種低碳環保相關的行業 那麼以及像我們 就是從數據上表現出來看到 我們比方說看到對外賬戶 經濟賬戶下我們的這個出口的這個部分 以及我們國家持續的這種 對外開放的這些行業呢 我想都會有結構性的這種投資的機會的 嗯 那其實我們再說回到 剛剛過去的這個2021年 我們可以看到在年末的時候 比方說美國還有歐洲很多的央行 開始推出他們的這個貨幣緊縮政策了 我們也可以看到美聯儲宣佈要這個縮表 那麼英國央行宣佈要加息 那麼在亞太區我們可以看到 像新加坡 韓國也出台了一些 這個緊縮的貨幣政策 那就您的觀察來看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之下 中國的貨幣政策 會不會跟隨著也出現一定的這個收緊呢 我想這個方面呢是不會的 那麼主要基於有下這麼幾個原因 那麼首先一個方面呢 由於中國其實最早的 很好的控制住了這個疫情 在國內的這種蔓延 那麼使得它的經濟周期 其實是領先於 就是您剛才提到的 幾個國家的經濟周期的 那貨幣政策周期 其實也領先於這些國家的 貨幣政策周期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貨幣政策 從我們看到央行的提法 已經是說轉向一個穩健的 一個中性的一個貨幣政策 其實那麼相比我們看到的 這個歐美國家 它們還處於一個極度的寬鬆的狀態 那因此呢 在它們從寬鬆向緊縮 這個前進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必要說 一步一去 每一步都要來跟隨 那麼另一個方面呢 其實您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說在這種新的經濟增長環境之下 那麼其實貨幣政策 對於保持經濟的這種穩定的高質量增長 它仍然有重要的作用 那也不易於過於急的 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去緊縮 那麼最後呢 我們看到這種就是政策從面給出的信號 比如說央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央行的這種貨幣政策報告 那麼它們都提到了說 我的貨幣政策其實是要以我為主 那麼以國內的經濟環境為主 來進行貨幣政策的調節 那我想基於這三個原因來講 那麼貨幣政策在明年呢 大概率上不會說被動的 跟隨著這個其他的國家來做這個調整 好 那還有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剛剛過去2021年 5月份還有12月末的時候 我們人民幣的這個匯價 出現了一個比較強勢的這樣一個走勢 那麼相關的監管部門 很快出台了一些措施 穩定住了這樣一個趨勢 那就您的觀察來看 在短期之內人民幣這種強勢 還有沒有這種支撐點呢 我想還是依然存在支撐點 特別是如下的這麼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說 如果看中國的經常賬戶 這一年的 過去的一年 就是2021年這種表現來說 那麼一個是貨物出口的這種高速的增長 使得我貨物向下的順差在擴大 那麼另一個方面呢 我們的服務項的這個逆差有所縮小 那麼從整個經常賬戶的這個口徑來統計 那麼經常賬戶的這種順差 其實是給這個人民幣的升值 貢獻的一個基礎的一個力量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我們的政策仍然是說要堅持著 這個擴大的對外的這種開放 那就意味著還是仍然會有這種外資 像FDI來流入到中國的這個市場中 那麼這個是從資本向下的一部分流量的支撐 那麼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於 如果我們看中國的這個利率 和這個美國利率的對比 其實您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的貨幣政策 其實不是在同一個週期之中的 那麼中國是對美國有一個比較高的這個 如果我們以十年期為例吧 那麼有一個比較高的這個利率的利差 那麼這個部分的利差呢 其實也是會吸引很大一部分資金 流入到中國的市場中來 那麼我們想呢 基於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 這些資金的流入的狀態呢 那麼人民幣的這種強勢呢 在短期時間上仍然會繼續維持的 好 特別感謝丁木星人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做出非常專業的點評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亞洲財經透視的全部內容 感謝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既然 zum模仿 所謂的 都不會是 這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